众委乡长沈青山表示 宜蘭高铁特区的面积将扩大到400公顷 未来高铁宜蘭到南港只要17分钟 还有台62延伸线 往来台北的交通更加便捷 加上地价相对非常便宜 而且视野辽阔 非常符合 回答指引长黄仁勋所开出的研发中心 设厂位置的三条件 以他开出来的条件是台北附近 宜蘭和台北 台北附近这个条件计备 再来土地价格 台北附近这个条件计备 再来土地价格 台北附近这个条件计备 再来土地价格 我们现在所在 你不管是台北附近的新政策 那边可以说高科技的公司林立 那边的工业区土地 合理来说 说起来一平都五六十万起跳 有这四百公司的高铁特殊 现在管政府国土计划 的划定期也已经划进去 交通部新任林部长也来这边 已经重复表态说希望把高铁特殊 能够做扩大 宜蘭这些土地相对地和西部那边的土地 比起来 宜蘭的价格一定是最比较便宜 第二个条件 我们的计备 第三个条件 他有提到说 视野良好 大家看宜蘭的人都知道 宜蘭你站在我们政府海边看在山边去 几乎没有阻挡 非常通透 田园风光 可以说是非常美丽 另外我这里要说 宜蘭从来没有欠水 南洋的水 宜蘭河的水 地主口的水 都是非常充沛 几乎都没有在做工业使用 乡长沈青山表示 壮为乡的年轻人才外流 老一辈渐渐凋零 留下偌大的空房 无人居住 期望挥打前来 壮为设置研发中心 促进就业机会 留住宜蘭的青年 因此也希望县长带队 向挥打执行长来力争 在宜蘭高铁特区来设厂 宜蘭一些年轻人 他的心思也是想回来宜蘭就业 就是宜蘭不好的职业環境 帝宇跟说他们没去出外去土壇 不算准利 假设由我们这个 官的领导人能够带队 来去拜会也好 来去跟政策也好 我相信宜蘭关未来的大型高科技厂商 他绝对会考虑到这些条件是这么好 一定会有机会 来这里给我们摄像 不管一间 只要一间大的来 以卫民的卫星工厂配合厂商 一定会一起來建筑 所以说宜蘭未来的高铁特区 如果完备了 我相信宜蘭的发展 絶对不是现在 我总议宜蘭也期待 已经跟外国有这么大的面积 未来总议宜蘭的发展 我合理的这个想法 宜蘭的未来发展 最快的乡镇会是壮为乡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